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2020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直播节目 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常规赛的第八轮 也是第一阶段长星战的最后一轮比赛 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呢 这场比赛呢 是江西队对阵上海剑桥队的主将之战 由顾子豪对阵李维青 那么昨天第七轮呢 大家也看到我们通过体育频道五套进行了直播 那么唐伟星呢 是半幕击败了柯杰 所以昨天这一轮呢 确实对于整个维甲的积分榜来说呢 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积分靠前的像重庆 深圳 民生银行 包括苏波尔全部落败 而恰恰呢又比较巧合 那么在前六轮保持全胜的四位选手 包括柯杰 深圳旭 许家阳还有荣誉 昨天同时输起 所以呢现在到了这个七轮过后呢 就没有人再保持不败了 这也说明啊 在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之后 大家的水平可能大幅接近 所以呢以弱胜强或者积分靠后 在等积分靠后的选手 战胜靠前的选手呢很正常 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围棋的厚度 那么今天这两位对阵的这两位选手呢 可以说顾紫豪的名气更大一些 在2017年底 当时呢他是击败了唐伟新 获得了三星杯的冠军 当时呢只有19岁 而对于顾紫豪来说呢 这几年呢一直是实力派的战将 他也期盼着能够早日夺得第二次世界冠军 而李维钦呢是2000年出生 那么在00后的这一批队员当中呢 李维钦跟廖阳 谢科 包括依林涛这几名选手呢 可以说实力非常之强 都是希望之心 他们呢可能期待某一次大赛当中 能够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所以呢李维钦虽然目前来看 他的综合实力可能比顾紫豪呢 稍软一些 但是呢由于都是国家队队友 所以这个胜负很难讲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 我相信呢双方的都是全力以赴 那么顾紫豪呢 由于在本赛季的这个为奖的 前两轮接连输给金智希平天环 但是随后五连胜 可以说状态非常的火爆 那么随着顾紫豪的状态回暖 也使得在契荣过后呢 江西队目前的积分达到了第一 而且呢他是靠一局的这个胜局的优势 也看得出来呢 今年整个争夺啊太激烈了 而上海剑桥呢 现在的情况呢 有一些不容乐观啊 他积六分 昨天当然很重要的一场赛 是战胜了排名垫底的副班长 天津佳佳 这样的话呢获得六分的积分 目前是排名倒数第二 所以呢我相信对于上海剑桥来说呢 也希望能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能够呢希望发挥的更好一些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保级 好那么接下来在本轮比赛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段小片 那么小片过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请上两位重量级的奖级嘉宾 一个是中国国家围棋队教练王磊职业八段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熟悉的 邱丹云职业二段 我们先看小片 现在大家看到呢 这第七轮呢 这是昨天的回顾 这次的比赛第一阶段的分战赛呢 是在长兴举行 长兴已经连续四年举办了 我们中国围棋甲几联赛 也成为一项品牌赛事 大家现在看到就是 陀嘉西对敏玉亭两位世界冠军的争夺 敏玉亭呢是江苏队的主将 但是今年的状态呢不太理想 目前截止到前七轮比赛啊 昨天那场 他是半目败给了陀嘉西 所以呢只赢了两场 现在看到就是昨天 我们在体育频道直播的 唐伟星对阵柯节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虽然有些亲密认为是冷门 但实际上呢 唐伟星在大赛当中 阻击抢手也很正常 我们看到顾子豪 昨天呢是网棋 他面对的是苏布尔的主将 申真旭 申真旭现在贵为韩国的第一人 昨天当然顾子豪呢 最终是获得了胜利 今年他的状态一直特别好 所以说在今天这场棋之前 他还没输过棋 就是也感觉他势头很猛 然后也非常年轻气盛 所以开始我就感觉 这棋稍微有点占下了 不过后来慢慢 这棋咬住之后 我觉得就有机会了 后面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但是我还是幸运地赢了一下 其实我们队就是 纸面实力来说 跟一些 比如说跟苏布尔 还有一些 这种超级强队的话 还是明显有差距 但是我们今天发挥的 确实不错 然后可能 我们队一开始前两盘都输掉了 但是后面这几盘一直在赢 所以我们势头也不错 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势头的话 就是发挥也会更好 我现在的成绩是四胜三负 然后对这个成绩 就是因为是主将台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确实对我都很强 前两盘 因为刚到这的时候 也是过来感觉比较累 就是休息一直不太好 但是后面我觉得 调整好心态之后 这个休息好之后 精神状态变好 然后 棋也会下得更加 就是 没有那么多压力吧 我觉得 就发挥的更好一些 现在年就是 包括就是我们的王兴昊黄明宇 其实我觉得棋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可能还缺少一点经验 或者什么的 反正我们今年的目标 就是保级嘛 然后 我们刘世正老师 开赛前也说了 就是让我们 就是不要有压力 就放开下就行 所以说 也没什么 反正还长呢 后面加油就行 前面可能小队员都还没放开 因为我前两轮 其实也没 也没有放开 然后后面就是慢慢好起来 之前很少有维甲 这么激烈的这种比分 我觉得这非常好 如果大家都这么 就是比赛都能这么激烈的话 也会更好看 然后 觉得就是 就是比赛也会有更多看点 然后其实虽然我们现在是第一 但实际上我们 其实跟第五差距也不大 所以说 现在就是 就是只能说保持一个前几的水平 就是如果真正 想冲到前 前三的话 比如说 我们还需要后面继续努力 郭老师拿那个三星杯 还是LG的时候 就是我就输给他 就是在32强的时候 其实我跟他可能比赛下的不多 但是因为 我们算是国家队队友 然后平时也会有一些交流 感觉他也是一位非常强的年轻技首 零零后 然后 虽然比赛跟他下的不多 但他还是觉得他实力是非常强 肯定是下风 但是就是我会尽全力去拼搏 然后 希望能够 这个战胜国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很高兴在这里跟王磊老师 为大家一起讲解 2020年华为手机杯 中国威胁甲几联赛 第一段分战赛的最后一盘 也就是第八轮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 也是两位非常年轻的优秀的棋手 古子豪九段对阵力为轻霸断 刚才主持人也是 对他们两位棋手已经做了很多介绍了 好 王老师 是的 那我们下面就先来看一下积分吧 看看前七轮这个排名如何 好 现在排名第一的是 古子豪所在的江西队 哇 前六名非常接近 对呀 大家都是15分 是 就是以一个局分领先 所以排位第一 所以这个排位情况 可能下一轮就不一样了 佳佳食品是出在最后一名 对 是的 那么这个 就常规赛呢 前八和后八差距很大 是的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没错 没错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跟大家一起看看棋局 然后呢 再跟大家聊聊这个 维甲的情况 今天这番棋也是非常重量级的 因为这个 古子豪呢 是世界冠军 曾经得到过三星杯 是的 是的 董尼芬也排名在第四位 这个李维钦呢 也是年轻的小将 是的 年年出生 董尼芬在第十三位吧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可能大家对于李维钦呢 不是太熟悉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今年在维甲当中 发挥得非常出色 刚才他也说 主将位四胜三负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只比这个古子豪插一盘 古子豪是五胜二伏 是的 今天这番棋是 是李维钦直黑 对 是的 那也说明这个古子豪 他们是主场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下 所以都已经搞不清 这个主场的分别了 李维钦直黑是 实验是新位 小木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开局 对 二连星 然后单关手脚 在现在AI出现之后 好像这样 无忧手脚的下法 是变得少见起来了 因为在AI眼里 无忧脚可能要比这个 稍微差个一两个胜率点 虽然对我们 可能没什么关系 但是对于职业高手来讲 他还是挺计较的 对 你像走这个 他是担心以后 被白棋这样尖冲 被白棋压迫 没错 所以他现在黑棋是单关 或者二肩跳 或者大飞 这几种手脚的方式 是最为常见 是 这番棋李维钦选的是单关 单关 白棋是点了个三三 因为全盘就这一个点三三了 你要再不着急点 可能一会儿就没得点了 就这种棋 王老师 我看他们也有 是不是直接靠上去的 如果不点三三的话 我们说无忧脚 是怕人家尖冲 对 那么反过来 这个单关讲 这个白棋最常用的 就是碰这个 对 这个意思都是 争取一种压迫 这也是这个AI的三大绝招之一 没错 不知道 球老师 你知不知道另外两大绝招 两大绝招 有点多 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自己总结的 所以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这一个就是AI的这种碰 还有一个就是AI的这种坚冲 第三招就是脱线 脱线 在AI对局场景里非常常见 就是出的一个 我们人类觉得好像是不能脱线的场合 但是AI经常是 我不走了 看着我们是目瞪口袋 这番级 库子华选择的是点三分 李维青 打 白棋爬一个 白棋爬 这是一个现在的流行定势 是小飞 这个飞还是很有讲究的 李维青选择飞 那么从我的解读来讲 他肯定是不怕白棋拖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飞的时候 如果别人一拖 你要不敢往下扳的话 那么你可能这个飞也别轻易飞 因为这个后边会产生很多的套路 是的 那这盘棋如果说李维青敢飞 那么他显然是有备二 不怕你拖 不怕你拖 这就是顾子豪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他没有选择拖 那他选择顶了 这个时候不是顶就是拖 白棋基本上只有这种下法 这也说明这个顾子豪 对李维青还是非常忌惮的 他觉得这个李维青这地方 可能藏有这个杀招 不敢轻易的这个 是锋芒 他们两位起手 平时他们很熟悉吗 这两位都是国亚队的队员 相对而言 他们俩的训练方式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比方说 我在国亚队的训练室 经常能看到李维青的身影 但是顾子豪就比较少 顾子豪就有点像那种 独行大侠一样 每天找个煽动 就不知道他在练习什么 但是李维青是经常 跟大家在一块交流 但是如果要说这两位选手 据我观察 李维青对AI的理解 我觉得在咱们国亚队的高手里边 是数一数 因为他很多AI的套路 他都知道 难怪刚才股子豪也没敢脱 是啊 股子豪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这个你已经形成了某种威慑了 大家都知道你这个AI的套路深 所以你稍微使一招 你哪怕没有很深的研究 但是别人也默认为你有很多的研究 是这样 没错 而且我们再看李维青的招 它和AI的符合度是蛮高的 所以说李维青的实力 是绝对不容小看的 这个地方黑棋获得了先手 那黑棋会不会也点个三三呢 它倒是没这么像 那就是连个片 对 它连了一个中间 这个既然这地方形成后势了 那这个连片的价值就显得比较大 现在这个上边呢 黑棋这个阵势还是不错的 是的 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模样 这接下来白棋的选点呢 如果说它打了利 假如说这样 这个局部 好像也挺大的一手棋 打了利是一个很好的定型方式 这样一利 这地方接下来就可以跳过 可以破坏黑棋这边的模样 除了打了利以外呢 如果是觉得咱们这个力量比较大的棋 断打吗 断打 黑棋长 长 这下要爬 这个被黑棋滚的话是很难过 你长的时候再长 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作战的态势 是的 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吧 一般来讲 如果白棋这边没有支援 黑棋这边有支援 那你还是别轻易地去选择作战了 是的 那这个局部 白棋好像现在更多的是会站个大场吧 还是会直接选择这个 我就在想 白棋如果说打了利 刚才摆的第一个变化 那黑棋会从这边扩张过来是 那这种扩张一般来讲 扩张就挂脚 这也是一个好点 因为好像现在就是剑三三就点 那挂脚都变得好像不是那么多剑 是的 其实这两个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这两个下法都可以 各有各的好吧 白棋实战是小飞了一个 小飞也是现在很常见的 很流行的一种方式 他的逻辑也很好理解 既然大家都那么喜欢点三三 那防备点三三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小飞是防止黑棋点三三可以说是最好的手法吧 除此之外还有大飞 当然这个稍微少见一点 对 大飞人家点三三仍然存在 是的 小飞 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什么 AI的绝招 AI三大绝招之一 你一说我就知道了 他来了 坚冲 直接就坚冲了 对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 而且这个有趣的地方我们看 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说白棋是无有角 那么黑棋坚冲是一个好点 就是说人家守无有角的时候 有可能是直接坚冲 这个也是白棋不守无有角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但是你换成了小飞角 你发现黑棋仍然是坚冲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 AI多么的酷爱这招坚冲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坚冲 大家可以无脑地去应用 大多数场合都是好奇 这点我觉得棋友们也可以模仿一下 分场合 我的感觉是觉得好像就是 黑棋如果说坚冲这样的棋型 白棋不管是贴这个还是爬这个 只要它能硬一个 好像黑棋感觉就挺不错的 我觉得 邱老师你的理解非常到位 这个坚冲它的用意就是这样 白棋无论是下爬还是上天 你只要是跟着我硬 我都是觉得是我走在外边 比方说你要爬这个我一跳 你走在里边 我们说这个下棋 特别是高手的棋 都是注重走在外边 要让你走在里边 因为外边它发展空间很大 你比方说黑棋这样一走之后 它对外边的辐射可能会持续大半盘 白棋走在底下 你可能就控制两路 过一会儿就没什么效用 这一点我想也请各位企业也要多注意 棋尽量都下在外边 所以你无论走哪个都是亏的 那么它是不是也得想想办法 白棋现在靠上来了 这是AI的第二大绝招 这两个人一看都很精通 你坚冲我就碰 如果李卫星再来个拖鲜 那就有意思了 不过好像这个棋不太能拖鲜 人家毕竟是碰着你 黑棋下班 对付碰基本上有这么几种下法 下班上班和率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来选择 基本上如果你要选择利益 那是脾气非常好的 那就有点像无有角 然后人家尖冲的时候 你贴了一个 对利益一般是认怂了 就是你便宜我给你点便宜 不太肯一般来说 一般来讲都不太肯 于此就剩下了下班跟上班 这两个棋基本上可以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想取势的话 那你就走上班 上班 你要看中有实地 那走下班 根据这个来进行选择 多半不会错 这番棋 李维青选择的是下班 对 是的 看来李维青是比较重视实地的 下班 连班 这个是必然 这个棋你要一尝的话 碰着这个精髓就没了 一尝的话 在人一爬 你这个碰就变成俗手了 这个棋一定要连班 然后黑棋断打 这是因为周围的子比较多 选择了比较激烈的战斗 这打一下不能忘了 要不然被人家争了 对 这个子不能被争掉 必须得打这个 然后再接住 是 我的感觉 像这样 这个局部的战斗 黑棋没有怕的道理 因为黑棋周围 这有个接应 这有个接应 全都是在我这个地盘里面 对 如果你要说在自己地盘里头 打不赢对手 那你估计出去也白给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招 白棋这招碰呢 可能是稍微有点小过分的意思 当然有一个 咱们也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个顾字豪的这个网名叫什么 硬成之霸是吧 好像叫恶霸 硬成恶霸 或者我就这么叫了 硬成恶霸 反正你就这么叫他 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他反正就怎么过分 他怎么来了 是这意思吗 你要这么想 那是你说的 那不是我说的 你比方说这个十月 咱们知道 这号称是厂军一条龙 是吧 好像都要 每场都要吃你一条大龙 要不然不过瘾 是的 但实际上 这个十月我觉得 他其实很奖励 对 是的 他吃龙都是 哎呀 没办法 你送到我嘴边 我被迫反击 欺负我的 忍无可忍 我吃你一条龙 其实呢 就是一般是这种状况 就是说 如果你跑了呢 空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说 人家只能跟他拼一下 然后他被逼无奈 就把你吃了 是这种状况 顾字豪这个恶霸 他不一样 他是这个 你没扔我 我也要吃你一条龙 所以他叫这个 那也太狠 恶霸 所以他一上来就要 这个碰 但是我觉得 这个最后 这个顾字豪 可能有点过分 因为李维清 也不是白给的 你看这个 黑旗这个反击 就下得很好 把白旗这两块都断开了 白旗够呛 估计得做一个取舍 那么白旗就断打了 断打了 这个黑旗肯定要跑 是的 那看来是 顾字豪选择是救援下面 然后把这个吃掉 白旗先把这个吃了 对把这个吃掉 然后拐打 这一拐打很厉害 看你是沾还是提 如果你要提的话 那这个外边就被黑旗给封住了 那我们看这个模样 比较惊人了 这个有点难受 但是如果你要沾的话 你要选择沾的话 那下面这个也会被黑旗先手挡 也是不愉快的地方 是的 这底下木差好多 对对 这个白旗是怎么选择 看看这个顾字豪的这个 他还是重视外面 这肯定是心里在滴血 因为这个最早提 底下的木 这提完 如果这有个子的话 这个可以一个大身腿 比较得差六七目 对 差很多呢 这心中滴血 但是这样呢 你要再压的话 我就可以扳出来 黑旗可以说不太好 封住白旗了 黑旗飞过 黑旗也比较柔软 你要压的话 人家肯定要扳你 所以说这个柔软的肺 还是要须须地把白旗封在里 它这个旗呢 我觉得往这边走 如果不走的话 这个子待会被人家这么贴出来的话 那这个接触的子 那也是很担心的 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走了一招好旗 结果最后发现 损了一幕 被人家全都吃掉了 所以这个飞是非常必要的 对 这个我觉得这白旗 黑旗的这个子力结构的配置 还是蛮合理的 特别是这一手 可以说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没错 那白旗呢 这个不能让它这么舒服 全围上 它得进入 对 如果你要这个不走的话 你被白旗 黑旗这样一围 哇 这直接就看五十目了 这个受不了 所以说来碰 这也是不错的实用的手法 没错 因为你这样随便一走 都是后手 我们说你要在这个 制孤或者打入的时候 都最好能寻求借力 能够寻求对方的包住 这个碰就是一个常用的手法 你不走我这一搬 非常容易做活 这个黑旗是怎么办呢 黑旗要不是老适应 要不反击 他是虎了一个 那看来是不愿意被白旗搬进去 被搬一下好像有点难受 他如果说走这个的话 被白旗是这样先搬一下 这搬一下有点痛 搬一下 主要是黑旗这里边 可能还没活 因为这边我白旗是个先手 他长一个先手 你只要这样一退 你比方说我这一长是先手 然后我还得跳一个 我这一尖 这一会儿一爬 这个黑旗的眼味也不太足 是的 所以这也是李维青担心的地方 所以他是赶紧把这个脚守住 来 最后一个 那白旗也达到了白旗的目的 所以这个碰的手法 也是值得我们去多多地学习的 那接下来呢 一般有拆一 或者二路潜水艇 这都是常用的手法 这样 特别是我印象中 就这种潜水艇 我觉得好像对于这个 我们旗友啊 这个来讲这很好使 你看对方空里边 你这样潜水艇一开 好像对方就有点头大 哎呀 我这空都围不住了 怎么办 是吧 那这个我也可以给大家这个 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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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潜水艇呢 其实最有利的一招 就是顶住它 对 无论它往这边长 你往这边搬 它往这边上 你往这边搬 这可以最好的最佳的防守 如果你要但凡松一点 都会比人家便宜 你比方这样一飞 那人家这样再一拆 这一旦活了的话 你的空就全没了 没错 对付潜水艇 我们就顶住它 这是最强的下方 王老师教大家一招 但是不好使 别招我 这番棋 所以谷子豪是用了什么样的 制骨手法呢 他吓得比较激烈 又碰 看来这个谷子豪对于碰这个手法 是有比较深的领悟 确实 碰呢 一般来讲都是 你如果你要搬的话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绝不是退 对 这个基本上90%吧 你不是搬就是断 就选一招 一般是要搬住它 比方这个场合应该是 如果黑旗搬的话 可能就搬住 借劲 这样这地方有点鲜手 这也有借用 黑旗可能不太敢动劲 你比方你这个时候 你要打吃的话 一尝 打完了怎么办 对啊 这可能被我一下就争掉了 这个太简单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旗这个不太好动劲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部碰也不错 这部碰可能比潜水艇更厉害 那我们看看李维青 立下来 是 以静之动 因为你要反击的话 反倒有帮忙之险 是的 你就干脆 算了 你厉害 然后看看你怎么办 这个白旗反倒是 没什么好招了 因为如果你要贴的话 就被人家搬头了 对 这个二子头搬住 还是挺难受的 在这个地方 因为空间太小 还未见得能活 那这肯定是苦战 是的 那就会往外边跑 往外边跑就是跳 或者是长 这两种方式 这个子 这两个子 要不要先跑一下 我看以这个 顾子豪这个恶霸的行为 这两个应该会跑出来 这所有的子都给你拉出来 你看 全要给你做活 一毛不拔 是的 这个还瞄着个冲 那得硬 就看它硬在哪里 它要贴住它 贴着呢 但是对这几个施加压力 是的 是的 然后白旗 这个地方是最想搬了 这个地方 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 能搬的地方肯定要搬 就是头 如果你要是不怕人家断 那你肯定是要搬的 是啊 等问题是人家一断 好像有点厉害 所以说别搬了 这个搬不动的地方 还是不能搬 那就不能搬 那就跳或者长 跳是吧 是的 你看这个骨子豪 这个下得很好 它不仅仅是破掉了 黑旗的空 它还把你这窝给断开了 没错 可以说追求是最高的效率 这个 感觉它打入怎么那么容易呢 对呀 这个 好像这么三下两下 这一碰 这一碰 就长了一下 然后翘一下就行了 形状就处理得 就很好了 是的 这下得好 这骨子豪 黑旗挖战 因为不愿意被白旗虎 被白旗虎头有点痛苦 挖战完这还产生一个断 白旗虎一个 白旗虎 这个双方可以说是 都是没毛病 然后呢 该撒回这个的作用 对 它是刚才贴在这 这是有用的 好行 它强调一下 这个构成了一个虎的好行 没错 本来呢 这个子没有这手呢 这个子跟这个子之间的联络呢 还有点问题 比如说白旗这样一飞 有了这部虎呢 这个 铜墙铁壁 非常牢 对 白旗的现在得赶紧活这个 他拐一个 尝 尝一个 这个现在底下能不走吗 呃 被尝一下 不知道怎么办 呃 这个做活 活旗是活旗啊 但是有点惨 对 比方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不走的话 白旗就这样先 那我还得打底下 对 你还得打底下 再被立一下 立死了待会儿 是的 这一跳 你虽然能够靠着一冲活旗 但是有点惨 我觉得这太惨 对对 很于是 你活啊 白旗这还 黑旗这还有便宜 等于他虎的时候 黑旗可以跳到这儿来 反正这一这类的吧 这边都有先手 用一个词就有点生不如此 是 所以说是白旗这个地方 黑旗这个看似啊 走了一招后手 但实际上 是很有内涵的一步旗 对 这个白旗接下来 要是拖鲜还是不拖鲜 哎呀 我觉得不能忍受 我觉得还是得补 虽然是活旗呢 但是也得走一手 他是拐了一个 这手 这手不错 对 因为本身就带着木 对 你不走我就在爬 是 和被黑旗挡住呢 也有十来木的出入 那这黑旗肯定没有心情硬了 对 这不能再硬了 等于白旗便宜了 这拐道一下的话 我觉得白旗就可以拖鲜了吧 等他就有心理平衡了 对 找回面子了 是的 那黑旗走什么呢 黑旗他动手了 哇 这个好厉害 他觉得他不能放过你 这个我怎么有点觉得 有点像姑子豪的起 这个非常犀利的一手啊 因为李维青的风格呢 是偏厚实的 属于是比较讲理的 你要做个比喻的话 可能姑子豪是当兵的 这个 这个李维青呢 就是秀才 所以碰到了 这姑子豪了 有理他也讲不清 但是这部起好像 很有味道啊 这个起你看 就这么一点空间 他还要来顶一手 我觉得像是不好起 像是不好起 因为白旗这部拐呢 其实对黑旗这个角的色 可不过那还产生一点影响 所以说黑旗也得防备这点 这个顶 你看你反正吃不住我这个子 你只要吃不住我这个子 黑旗我认为就有便宜站 不过黑旗往这顶 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因为不太容易往那想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 李维青今天那个状态很好 是 状态很好 是的 白旗你肯定不能往这走 你要往这走的话 被白旗 黑旗这样一跑 这好像没法收拾了 旗金三个就没了 这三个可不能死 这是旗金 这太大了 这块旗就变成飘在那了 这是李维青的如意算盘 当然这个顾鲁没那么好对付了 顾鲁应该会打这边 对 他打在外面 这样你跑 我打 再拐一个 这个看着好像是很危险 但实际上黑旗这个地方断不进来的 他这个不能断 你要一断别人一吃 你就会发现你赔大了 没错 你这一提的话再别人一吃 你等于吃了两个残子 但是这个子被吃了 角落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地方 黑旗不能断你了 黑旗圆那个 这样白旗把这个结 沾上 这样获得了这样一个断吃的便宜 这个脚上就比较安全 没错 获得了一个先手 我觉得这个李维青下得很好 不错 如果说这几下不交换的话 那待会儿 因为这个挡他也不肯挡 他会被白旗去爬一下 还挺难受 你不叫你被爬这个角儿 你就算是能活 但是要被搜刮也很惨 是的 我们经常说 你不能是以活旗为目的 是不是 你不但要活 还得活得出彩 活得精彩才好 既然留下了这个 黑旗的一个选择 是现在赶紧把这个吃了 对 有吃了就吃 比较实惠 但是如果要吃这个 外边这手旗是不是很大 比方说被白旗这样一震 黑旗这一块也要受到点威胁 同时白旗显得出路非常 非常非常的畅 所以说如果黑旗 把这个跟这个两部打光子 视为建合的话 黑旗可以考虑做这个 对 所以中央的这部旗 其实很大的 就刚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刚才王老师 是摆的这个 白旗就把头震过来 和黑旗把头跳过去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区别了 就有时候我们看这个 中央这么虚的地方 不知道该往哪里下 其实这个是一部 很明显的大旗 这里有句这个 旗里不是说吗 这个高者在乎 所以说我们想到高手 都多点 多走点这种 是 大跳一个 大跳一个 白旗现在呢 白旗 他说你不打 你不打我就走 他不是不想打 是打不着 然后呢 李卫星点一个 他仍然是这个 在这个做活 这个之前呢 也要点便宜 因为你要一粘的话呢 那李卫星又视为便宜了 因为粘完之后 他以后再爬回来 这一眼都没有 没错 所以说这个 顾子豪也不愿意忍 顾子豪要挡下来 这也是比较凶狠的 如果你要敢吃 那我以后还要给你打结 对 但是 有一个问题啊 你这样一挡 黑旗产生了这样一个吃 那黑旗是不是又可以脱线了 对 脱线是吧 脱线 一大绝招 三大绝技之三 他们已经都轮流使个变了 又尖出又碰 这回再来个脱线 脱线了就走这个 可以累一下 这样白旗这一块 要处在一个被攻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旗好像 看起来黑旗更主动 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白旗是不是不应该打 直接走外面 是不是应该赶紧先从这个出头 因为你不走呢 其实他走也都是后手 也不着急 好像这两下交换 我觉得可以视为白旗便宜 因为本身这个形状呢 他打有可能被虎下去 那我就点一个就过了 你是可以过 但是味道有点坏 味道有点坏 对 白旗这两手便宜是肯定是便宜的 这两下就视为他转 对对对 这是一种不错的思路 赶紧这个向外边逃跑 因为你打完这个之后 你这里边也做不过 你打完之后 你即便这个吃了 也只有一个 对 是 这次打是不是有点过狠了一点 有点 有点随手了 有点随手 黑旗这个飞 这是一个好点 这样白旗这一块 眼味不足 对 是的 那怎么办呢 白旗飞出来 那得先跑出去 还是要出头 如果说还是要出头的话 那说明这个挡确实有点问题 还是应该当初直接出头 对 这个黑旗要一冲的话 白旗这个旗行呢 稍微有点 有点酥软啊 因为没有眼 总不能这样 然后被人家在外面一跳 这个 对 这又 出不去 就涉及到我们之前说的问题了 你不能是一切 走旗的目的是为了活旗 对 是不是 是的 你可能各处都两眼坐活 那不能那样就挺美啊 对 你还得活着目数大 嗯 这个怎么办 那就下个缩手 对 下一个跳 这跳一个已经很难受了 因为跳完了也不知道 走哪 把黑旗撞后了 是的 白旗再压出来 那依然很难受这个旗行 这个可以用的我们说过的了吧 有搬就搬 这应该是不是挺美的事情 本来是想搬它一下的 如果说搬的话 白旗 会走天元 会这样 这是个经典的好行 经典的好行 你再搬 我一双 这个出头出得非常的畅快 正好出来 可能他觉得这个图 是不是黑旗不太满意 他可能还不愿意让白旗这么顺畅的出头 那他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他吓得这个跳 吓着不跳 这个很厉害 他瞄着这个搬 跳 有了这不跳之后 搬断了 你要一搬 你一冲 他一粘 这个段跟这个段 黑旗必得其一了 那这个龙就没了 那这一跳厉害 他没有中这个 古字华的这个计 如果你要一搬 搬这边 看着好像很颤困 但实际上被白旗这样一靠 白旗反倒就逃跑了 那如果说放着这个长 现在这个不敢长 这个也是比较痛的地方 那走什么呢 这个要出头 那才那个吗 总不能这样 这下出手 刚才这个邱老师 想来走这个 这个供大家一乐了 这是实际上不太可能操作 对对对 这不起一下的话 这个黑旗要六死了 这已经不太好下了 是的 我们这个 宁可的被吃了 也不能下出这种旗 不能这么下这旗 那怎么办呢 这需要智慧了 他搬一个 他索性就也不连了 人也连不好 他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搬是 他搬的 让你现在不敢做这个 你比方说 你要现在来走的话 你要现在直接来 把我这个断了的话 因为你这个气紧了 你要断的话 我这个地方有个反冲 没错 这个反冲很厉害 这个黑旗得小心 这底下不一定杀的力 这四个我估计黑心 要死了 所以这一搬呢 是走个急线手吧 你跟着搬 然后呢 我就这个头 算是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我的理解 然后他 然后他走什么 尝这个 然后再贴一个 但好难受 我觉得白旗下 他还不敢尝这个 你尝到这儿 也有点面子 因为蒋莱这个 蒋莱有充断的反击 他怕 他不会怕人家直接 真的是要给他动手吧 他莫非是怕这个 你会吧 太狠了 有可能啊 因为你这地方 底下没有眼了 你虽然把我一个花很厉害 那我先搬着你 是吧 把你这个留下了 更厉害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白旗肯定不行 要死了 死了肯定不行 这么愉快的一尝 他不敢尝 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 但是只有这个贴 我都替顾子豪 感到难过 这也是这个 硬成一半 这怎么 这这这这这这 被欺负的这么惨 对 是的 因为你走这个时候 这个黑旗子一断打 那你这个等于是 白送了 没错 这个 这个子就被拔掉了 对啊 我们说直接拔花 那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要先手拔花呢 那该是怎么形容呢 这个 可以说 顾子豪因为这一部党的随手啊 直接这个是 局势陷入了被动 现在可以说是李维钦 身份买翻 要控有控啊 要攻击有攻击啊 他就是从这个靠开始的 没想到这么厉害 对对对 这个所以说这个高手之间护招 那是必须得每招都小心啊 对 全部要绷紧 不能有一点点的错误 你稍微犯一点的错误 被人家抓住了 后果就是 难受 非常非常难受 那横竖都是很难下 对 你这个只能这样 那这没办法 这又不能长 这先手拔花啊 这个我们注意啊 这即便是 没事干拔一朵花都厉害 还是先手 那这个太愉快了 太愉快了 真的 可以去挂一个 这也是高手风范啊 我们都 这个地方已经把 白鸡欺负得这么惨了 你要还在这继续再走 那你可能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是吧 因为有个够 转占其他的地方 没错 把该下的先下了 这本身就是一步大棋 这个挂角 非常的巨大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中间呢 反正一时半会儿 人家已经 都已经难受成这样了 你就别再追击了 对 因为急了的话 再给你一个反击 你可能还麻烦了 然后 白鸡啊 哎呦 这不起也很凶嘛 对啊 它这个可以说是 要不然它没什么棋下了 它不知道走哪 你跟着这个 也不知道走哪 它不太肯 所以说就从这地方寻找头绪 是 但这个黑鸡应该不怕 黑鸡挖一个是无忧结 挖一个肯定是想这样打结 先提掉 对 这个黑鸡应该不怕 有结先提 那白鸡的结材呢 问题是 白鸡是找哪儿的结材 它爬了一个 哦 它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啊 它没有走这个 因为你要走这个 黑鸡走完这个之后 又产生了我们之前 对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这一跑 让白鸡下面这块生不如死 所以说这个 它选择这个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这个地方 黑鸡吃这毕竟还是一个结 但是这个黑鸡当然也没有选择了 就必须吃进了 接下来这个结就非常关键了 这个黑鸡呢 也不能让白鸡产生太多结材 要不然这个被白鸡给开爆 那对黑鸡来讲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这脚里死活有问题了 接下来黑鸡一定得注意结材 没事就赶紧把这个提 他打了 白鸡把这个提了 白鸡 白鸡现在 白鸡不愿意接啊 因为你白鸡直接开结 没有结材 你要接上的话 失去了这个严厉手段 也不肯 所以说他先提那个 我看得有点晕 我就觉得黑鸡正常的想法 是不是想把这个赶紧提了呀 那肯定的 但白鸡是不是就把这个提 还是他要直接要翻到这边来 这个是很厉害 但是你的结材呢 打结的时候 我们说最重要的是 你得找好结材 就是说如果说打这个 你不是先打 这个地方次序很关键 你一定要在打之前呢 就找结材 全盘四处找找 我的结材呢 找到一个结材 然后再打 你不能过瘾啊 你帮鸡一打 然后人一提 你再找结材 发现找不着 那怎么办 麻烦了 那你结材呢 你再打之前 你找找 那好像没有合适的 因为这个提不是结材 没结材 所以白鸡要走 可能只能提掉 就提掉算了 如果说这样 假如说这样吧 白鸡提掉 那黑鸡 他不太肯抓那两下 那照这样一看 我觉得这个 顾子豪 这个也很厉害啊 这个我们前面说 拔一朵花也很开心啊 但是顾子豪 这地方一下子来两朵 那也不赖 那从这个角度 是不是李明星这部 还是有点过于高手风范的 脱离主战场 是不是还是应该 中间走一个差 应该是一将盛勇追穷后啊 是不是 应该继续在欺负他 继续来狠的 你看这个 一个不留意 被顾子豪这样一反击 好像这个一下子 白鸡形势 感觉很有改观 因为黑鸡走在这儿 都是一个纯木鼠 对外边的影响不大 白鸡这儿提了话之后 你看 那边都隐隐 都成为势力了 是这样进行的吗 实战 不是 实战不是这么进行的 那我们这个假设 我只是假设一下 假设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 我心里很害怕 什么时候白鸡就打上来了 我也害怕 这个被白鸡打得厉害了 对啊 而且你对手还是顾子豪啊 昨天刚刚是赢了深圳旭啊 深圳旭呢 可是现在韩国一哥 是不是 而且这次他做主将 五连胜是吧 昨天是一个连胜终结日 对啊 我把它命名为 昨天所有连胜的人都被终结了 六连胜的也被终结了 深圳旭五连胜也被终结了 也说这个顾子豪站出来了 而且昨天那盘棋 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有一招滑标的妙手 就是他下完之后 大家以为顾子豪滑标了 这个大家都觉得 哎呀 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昨天我还 我们也是在五套直播 然后直播完了之后 他们就说 顾子豪下了一步二路的 好像是滑标了 我说他肯定不是滑标 那你还认为了解吗 虽然我没有看过那个 我说肯定不是滑标 你放心吧 大部分时候 我们以为他滑标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那么回事 滑标还是想概率 那是他有意为之 是的 他下了一步滑标妙手 结果把这个深圳旭惊得不得了 然后就不得了 一阵长考之后 下了一步臭棋 然后他就轻松地 就把深圳旭站落马下 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但是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昨天的一战 耗费了他太多的 这个功力了 今天这半集好像 有感觉没有昨天发挥的那么好 有点不在状态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看黑棋的招法 就是说白棋现在刚刚提了一个 黑棋如果提这个 对 那个白棋是很美的 白棋就把这个提 对 这个担心的是黑棋 这不那么服帖 黑棋再继续找结材 黑棋呢 把那个巨大的这个开截视而不见 他先拖了一个 这个就是高手 你还是得帮助 必须得这个地方 因为你对于黑棋来讲 最好的是什么 等你吃 是 我提了 对 再把你提了 没错 这儿白棋多放了一个 废了一手 这是黑棋的追求 但是这不拖 白棋应该不好再硬了吧 要再硬等于被人家找出一枚节材 这需要勇气 结材这么关键的时候 它搬住了 那也够黑的了 那黑棋赶紧乐呵呵的提结 对啊 那白棋的结材呢 我还是有这个问题 结材呢 因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样 虽然是打着这个结 我找到一枚节材 我铺一个是吧 邱老师这个行吗 我有点心疼 这个不太心疼 这个太心疼了 有点快死了 我好心疼 你走完之后 你本来可以一搬一跳 都是你的 我们说这个找结 一个最重的一个原则 就是尽量不要找损结 非到迫不得已 不是说这个是一个天下结 你这个一打赢了 对方就只能认输 比如说这个结还是挺大的 你要打出这种天下结 你找个损结也算了 这个结原则都可以 本来就可以让你的 你要找损结 那得不偿失的 但是那个 这个顾子豪找哪的结材呢 关键在于白棋 他不敢随便开 他找不到结材 你这个不能乱开 拖完了 他是走这个 是吧 他挖了一个 这个损得少点 但也是损 损得少点 损得少点 比这个强点少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个不该应了 那就把中间这个抓掉 因为轰了之后 还能产生一个 这个对黑系巨大的危险 那如果说刚才这样的话 白棋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化 假如说这样 这个轰了 本身心情很好 如果黑棋 你要找这个地方 那这地方有个结 我是不是都可不可以再给你搅和 我瞄着把你这个给开爆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黑棋压力更败 他看着头有点晕 对啊 你这样一应完之后 黑棋提结 白棋没有适当的结 他还得找个损结 我觉得不太肯 不太肯 白亏的 但是这边呢 如果说 就白棋把这个抓掉 黑棋搬这个的话 他有可能 就打这个结的时候 黑棋有可能跳下去 那是 他肯定 这姑子豪是这么 等一分第四的人 这个他必然 他有的担心 我记得这个 咱们那个前辈华老师就讲过 高手走臭棋 那都有臭道理 所以这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 恐怕还是提掉 还是提掉算了 是吧 这时候你要有 咱们有决议的话 可以问问他 但是今天没办法 今天决议老师 可能连续工作几天 有点累 今天休息 要休息一下 那这个挖得硬 因为你黑棋要粘上的话 这个地方 被烟长出来 这可能是都要碎了 就长出来 不能随便断 就是气都紧 对 所以说这个黑棋 还是要打住 然后白棋再踢 踢掉 那问题又来了 那黑棋的劫财呢 这个总是一个打劫 最大的问题就是劫财 找劫财的时候 咱们刚才说了 尽量先别找损截 万不得已 别找损截 黑棋现在眼见的是这儿 但是这个烧损 和这个是半笛八两 要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黑棋可以找这个劫财 白棋先找了一个损截 你再找一个损截 那就抵消掉 你等于是找到劫财了 那也是很乐呵的事 那白棋打的话 您打算接一下吗 那对 这个 要不然被他直接抓掉 这个会慌 这个比这边接价值还大 是 大概是接一下 然后他把这个吃掉 那我的这个问题又来了 白棋的劫财呢 这个白棋又在挠头吧 我也不知道 对 所以说我现在搬一个的话 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一种下 李卫星实战呢 他实战是提了一个 这个结是在白棋手里 对 现在是这样子的 他把这个提了 他提了这个 那他满足于白棋这地方 稍微损了一下 他就把这个隐患给消除了 是的 但是难道黑棋这部棋 他视为不损 他觉得拖一下不损是吧 对 因为他一会儿 他反正也要连班 他就相当于走了一个定势 他觉得不损 那如果说这个被吃掉的话 是不是还是稍稠 但是现在你来不及 没空 但是无论怎么着 这部提都是有点缓 有点缓 他可能是不是 他还是担心 找这个结 白棋还是不硬 我们看 找这个结 如果白棋硬的话 那他显然应该找到结 他可能还是担心 白棋会把这个轰了 就要你吃这个的时候 他产生了这个一个结材 那我就这样吧 王老师 我给他出个主意 如果说这样的时候 我现在打这个 我把那个轰 你把那个轰了 那我要给你量一招了 我不给你轰 这样的 你提的时候 你注意到没有 我这偷偷摸摸摸 还有一个本身结 这里的如意算法 是不是落空了 我完全没有料到 对 这地方还得小心 黑棋还有一个本身结 好吧 还有个例 关键时候 这就救命 是 所以说白棋可能 也不敢做这个 无论怎么讲 黑棋没有找这儿的结 黑棋这地方走一手 总是白棋欢迎了 因为白棋把这个也抓了 这个价值还是不能小看的 这个价值 那白棋 黑棋现在也不肯再提了 他没有提这个 我都觉得很神奇 恶霸同志 他接上 这个绝对是恶霸棋的行为 这个太饿了 这个确实 但是我解读一下 他的意思是 我虽然不提 你也不敢跑 我就打外面 你敢沾吗 你这不能沾上吧 你要沾上的话 沾上被断了 对 他沾上 他可能是觉得 我这一断 威力无穷 你好像是帮我吃了 但是被我这一棍 打得又是生不如死了 那这太惨了 你这一提 被我 这个一个包 这有几个刀八五 这得数一数了 你一扎完 这个一包 全被围进去 全被堵进去 这是顾子豪的意图 虽然我没吃你 但是你也不敢跑 大家形容一个形状 有多么的恶劣 就是数他的刀八五 就是数刀八五 这一点咱们这个 刘启和非常精通 反正我跟他在一块数 肯定是没数赢过 是吗 他一会儿就数清楚 有几个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数的 我会数 是吗 那一会儿要有 还有这种机会的话 你给咱们数一数 表演一下 我会数 那这种时候 一粘 那这个黑棋 那不敢提 提一下不亏吧 也不一定 提一下还指不定 真有亏 那指不定 他会选择单粘或者单虎 这走什么呢 我反正有点晕了 这个 它是这样 沾上它提掉 他还是提了一个 对 他提了一个 然后跟他外面打一个交换 这个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敢沾了 要不然 顾子豪那就太没面子了 那肯定不会沾上 沾上被断 断得要哭了 那他黑棋 现在这个也不能提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关子 黑棋有了这手之后 全都是安全了 没有隐患 如果你要再提 对白棋 你看一点影响力 仅仅是走了一个关子 是的 那在有这种大棋的时候 这个太大了 暂时轮不上 虽然这个很急 但是黑棋现在是没有工夫走 黑棋连斑了一个 让这个拖变得有一手气价值 没有变成损照 大吃 那现在这个形势 我感觉白棋是不是很有缓和呀 但是显示的胜率不是太好 不好 那能给公布一下吗 给大家 目前显示的这个胜率是 我是之前的 之前的没关系 就是 因为我感觉黑棋好像走在那里边 被白棋全都走在了外边 这个时候显示的胜率是 黑棋有85.8% 这个时候 对 我们知道黑棋如果说达到85%的话 那应该是黑棋很好下的棋 没错 因为黑棋的初始胜率只有40多一点 只有42.3 要85的话可以说是黑棋明显的优势 这涨了40多个点 那看来这个 就顾子豪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那现在如果说黑棋领先 可能是领先的黑棋失控比较多 没错 白棋现在的外围是比较厚 黑棋空多 是的 空多呢 一般棋肯定有点薄 如果你右后 后又多 那就对方就没法下了 该投降了 那他前面在干嘛究竟 那现在的可能是黑棋这一对 有点薄 黑棋白棋需要做点文章 所以说虽然AI给出了这个胜率是黑棋好 但是我觉得好像黑棋也不能太大意 你这个要被人家攻得很惨 那可能马上胜率就会反转 其实反转需要的骑并不多 一步就够了 对对 是的 一步就够了 所以说胜率呢 AI的胜率呢 就是说供我们参考 是 当然这个你要说高手的有一个特点呢 我不知道 邱老师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他呢跟AI的这个胜率招法 跟AI推荐的招法的胜率的差别是很小的 对 它的吻合率比较高 你比方说你下完一盘你看去看柯杰的对局 他网上有无数对局 随便打开一盘 一看 AI给出了他胜率的可能 每首棋他最坏最坏 也大概也就差了十来个点 那已经很厉害 对呀 你不像有些同志那是新年图似的 一会儿三十四十五十 那有的手一手棋 恨不得八十个点就出去了 对呀 但是你看高手的棋可能是比较平稳 最臭的棋可能哎呀这不棋比AI推荐的招法差十来个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来讲就给AI差十来个点 那都不算 不是事 因为对于AI它本身的这个估算来讲 十个点之内它觉得都差不多 十个点之上呢 有点小差别 应该是这样 你要差二十个点 那就是大学别 那有点多了 三十个点那就没法看 是 所以说呢 我观察过啊 这个李维钦为什么说他这个比较AI比较研究的比较深呢 就是他的企业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就是跟AI的吻合度非常高 他的企业一般来讲就是那种 跌落三十个点的时候很少 那就很厉害 还有柯杰 对 还有一个人你觉得会是谁 有奖精彩 我这奖品可能暂时还没有啊 比如说让我吃个冰激凌之类的 那这个可以的 这也可以的 还有一个 猜不出来 那我的冰激凌也省了 还有一个人是范廷玉 是吗 范廷玉这个你看他的这个棋也是 他胜利非常平稳 没什么大恶手 由此呢 这个范廷玉你观察 其实他的这个 对于各路顶尖高手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跟柯杰一样 柯杰你一打开 你看他对各路在网上 各路顶尖高手 他的胜率基本都是占有的 那就是说明他很厉害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 那是有实力做支撑的 没错 那不是蒙的 蒙一盘可以啊 蒙两盘 你蒙个十盘八盘 蒙给我看看 不容易了 古子华就说压出 这个得贴出来 得瞄着攻击黑旗这一排 这也是白旗的这个指望了 因为现在黑旗这边就有大量的实地 白旗我们看看 白旗是这点小空 这点小空 对 那一个腥味还没守住 这还悬着个节呢 你还没连让 白旗实地是有问题 是的 尝一个 在压 然后白旗在压 那现在黑旗是不是也得处理处理这一块 毕竟这个地方没有 眼味还不足 下得真是绷得好紧 哇塞 这个真是不给古子豪面子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啊 这个李维青也非常的凶猛 不愧为是00后 火力十足 他是00年的 然后那个古子豪是98年 两个人就差两岁 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赛制 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 因为是分战赛 然后连下八盘 中间就休息一天 28号休息一天 前面四盘后面四盘 如此密集的赛程 对于年轻棋手 体力上来说 他们肯定是有优势的 你说的太 对 我这个作为老棋手的深有感触 你不用说这个 在棋盘上连续下八天了 我在网上连续下个八九盘 我就已经头盔晕掉了 已经不知道在下什么了 这个下围棋还是很好体力的 对 因为有些时候 你下完一团大比赛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可能你当晚 你都可能不好入睡 是的 翻来覆去 你特别是要输了 还老想这个棋怎么输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就 以下围棋 这个身体很重要 必须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然后晚上 你还得能好好的入眠 对 还得想得开 非常重要的 你要想不开的话 这麻烦了 所以万一今天输棋 然后什么地方没下好 你打个手 输得冤 想不开 身体最后也垮了 想得开 过去就过去吧 他们明天改天 继续战斗 是吧 这一般体现出 李维青的朝气 这个肯定不可能放过了 必须得马上断 断掉 战斗又展开了 所以说我们说 看固子好得起 就这一点比较好 你放心 肯定不会是平淡如水的 总会有战斗出现 对 这个黑棋 二路打很重要 要被白棋一立的话 这块底下的眼力有问题 他现在不敢打这个吧 你要打这个的话 你看 白棋要一立 然后挡住 这个白棋 这时候也不用管难看了 这个可以吃一下 打一下 这个一通爬完之后 再一立 黑棋这个没有眼位 黑棋这个要被杀掉 这总共就武器起 反正你爬个武器 比他多一气就行了 所以说黑棋 这时候你要打 是自杀式进攻 这不合适 所以说这个棋 看着好像是打得很委屈 但实际上是正烧 是 打完再压 这也是一个AI的套路 如果说白棋简单的一长 你会发现 这个黑棋已经火了 然后黑棋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走别的去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也一定要拐 然后黑棋再搬 这是一个定势 双方下的都是非常的精准 没毛病 那这个也没办法 白棋只好先委屈地爬几个二路 然后再爬 再爬 接下来正常情况 黑棋应该 白棋应该赶紧把这个做活 把这个打拔掉 打拔掉 然后黑棋 把这个吃掉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这不吃的价值非常大 因为白棋这个吃完之后 把白棋这六个子的眼位 根据地给灭去了 那现在白棋就不是要 还要攻击黑棋这个问题了 白棋还得自己忙活 那这样的局面 对白棋来讲太艰难了 因为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个黑棋在这边拥有太多的实地 所以说白棋现在实地是大大不足 白棋所有的指望 就是得赶紧攻击黑棋 这个这一排东 后市吧 还是姑亲 你反正是白棋得做这个文章 因此这个常规的想法 应该是不行的 得来点生猛的 白棋现在需要点生猛的 生猛 生猛的 这个看着很生猛 反正是你得把这个断开 如果说黑棋敢去吃你那个 你就来吃他这个 这个现在对于乐视一方 那都是不嫌事大了 越热闹越好 那他实在是走到这个 他走到这个 这个对李维青的考验来了 李维青如果能很好地把这个问题解决 然后形成跟顾子豪比目的局面 那就是他的强项 没错 这个空很多 如果是这个地方被顾子豪弄得很惨 那你这边空再多也没有用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看到白棋全盘的木 我就看到上面一个小角 这还没打起来 这还有个小角 太可怜了 其他地方找不着 这个腥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是的 但是这个地方李维青也得拿出点招式来 对 我们看他是怎么制孤的 这个 我们AI三大绝技又出来了 碰 这张碰是啥意思呢 我估计他还是想电键把这个接回来 因为你直接接回来 一断logo大包你不行 你这地方多几个字 让它断不了的时候 你这个接回来 可能就成立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同时碰呢 这可能也是争取的 在这个地方 做出眼 做几个眼 是的 我都活了 那自然就不怕你了 看上去不错 看上去是像是不错的一步棋 我看他们像他们这样 比较优秀的选手 现在李维青都已经排名第13了 他的招法总是有点出人意料什么 是有这个特点 但是虽然出人意料 但是你细细一品 还真是有道理 对对 但是要我下 我就下不出来 这就是和他们高手的差距 这就是差距 是的 那白旗怎么办呢 如果说这个地方 就被黑旗做出两只眼了 那白旗这个攻击可就落空了 他搬这个 那这样反过来看 那就等于他当初走在了这里 然后被黑旗一靠 说明这步棋可能还不够饿 还不够狠 还不够狠是吧 还不够饿 还不够饿 因为这个被黑旗这样一碰 借上劲了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应该 往这边去 因为你走到这里的时候 下一步就很直白了 你不走我这一段 直接咔嚓 直接要你命 你一吃我这一包 直接把你这拿下 这样你就没得碰了吧 你现在 你要不老老实实 我就不太会了 是啊 这个当然是咱们都事后 祝贵娘 你要让我这时候下 我现在想不到这步棋 我可能就是 哎呀赶紧先把这个活了 先活了是吧 对 一看到他的这一步 然后发现被人一碰 好像不太好下 那我们反过来 走过来一路是吧 这个不是说嘛 这个敌之要点 及我之要点 对 这个这一招呢 这个不是说啥手都适用 但是呢 有些时候也可以 有些时候也可以 比方说这个时候 我看就不错 这样一走 反正黑棋也不能从这来 那你这地方 你怎么补断呢 这个对黑棋是一个考验 这样好像我觉得 被白棋啊 被黑棋找到了处理的方法 我再长还是再退 这都形状还是不错 退吧 因为你长的话 这边一顶 可能有点眼形有点问题 哎这样你看 眼味真的快出来了 这一只眼 这马上也一只眼 对 其实我觉得这块黑棋 还是眼味比较丰富的 还是挺容易作眼的 就感觉底下 待会下去的话 对白棋也有要挟 对 所以应该不是很担心 这块棋 所以说可能 顾总好这个问题 如果说没有攻击到 黑棋这一块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棋 这个地方没有找到 这个攻击的要点 没错 那这场总得查了 这个总不能 是的 被搬住的话 就被黑棋连上 就是这么吓的 然后他就把这接回来 他就把这个接回来 吓得好 我觉得他心心念念 要把这两个字摘上 这个李维信吓得好 这个绕了一圈 是把这个当初接上了 这个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不仅仅是木 这个接回来之后 你看 这地方白棋是个咖眼 那白棋这一条龙 现在也要被黑棋惦记着呢 就是说这块棋 白棋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真言 没有一个眼 是 咱们这个 顾子豪昨天 那么精彩的 这个击败了这个深真序 但是今天碰到李维信 好像就完全施展不开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论呢 咱们这李维信 再碰上深真序 也可以 这个我觉得这个白棋难了 这棋 这个黑棋不但要糊 我还要把这俩粘回来活 这个太狠 我觉得这个好像李维信 才应该是叫恶霸的 挺狠的 确实下的 这个太狠了 这个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长了一个 长了 我这一穿 这不是一个绝好的一个 它就是正好挑出来 这个穿向眼 这弓手我感觉都快逆转了 这个应该不会接了 因为现在黑棋的目的是 四处自保 四处活齐 黑棋的目的是要 跟你和平解决之后比空 这两个子虽然是齐筋 两个子是很大 这个我活了吗 对 这个 三个子在外面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你要现在敢吃这个 我是不是甚至 我都咔嚓一段 是的 给你看看你这个是什么情况 我觉得白棋气好紧那块 难了 白棋难 但是如果你要不敢吃这个 你在干嘛 对啊 那白棋的收获呢 白棋先提了一下 现在黑棋就已经 他就算了 算了是吗 他都跟你纠缠了 如果说都能忍 只有一种情况 他觉得形式很不错 对我这已经形式那么好了 还不跟你计较这一些了 因为这个白棋先手提过来 是很便宜的事情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胜率其实已经被白棋 扳回了很多 你看这就是 所以说有些时候 不能看着AI 也看着AI这个棋 索然无味了 就不会下了 你两个人本来下棋 下棋有意思 也都很来劲 你这时候突然冷冰冰的 你就报个胜率 这一下子 哎呀 这索然无味 然后白棋般的一个 白棋般 就这儿了 你比方说 你看 我这个李卫星 这样都愿意 便宜都愿意给白棋 那他肯定觉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仍然坚持 这个黑棋还是很不错 还觉得黑棋 觉得好像黑棋 确实是黑棋 现在可以把这个粘回来了 对 因为你这不能断 他先粘了这个 他先把这个眼做出来 对 他生怕被你冲一下 特别一管 这有可能是假眼 对对对 还有可能有气的关系 因为张手先手 你不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被黑棋断打出来 对断打这一段 全要死了 对 因为这还是个软头 没错 这是先手 这个白棋 虎或者接 接上 要接什么 这个其实都不是虎的 这个固子还有点恶 它可能跟贴一个 这个还体现出 它这个硬成恶霸的气质 这个地方你看 虎一个多好看 是不是 它要接 它为啥要接呢 因为接的 你要虎的话 这一贴完之后 黑棋这个断是先手 它接住之后 你贴再就 它就直接你扳钉后手 还可以断你了 接上 接上 这个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白棋好在哪里 除非白棋能够把这个吃了 如果吃不掉 我相信黑棋还是保持着 之前的大战略 黑棋跟白棋比空 白棋就够呛 现在黑棋实地明显领先 但是白棋虽然是看着 在拼命 在怎么想办法去弄黑棋 但是它自己也不是很安全的 对呀 这个白棋得一定 还是得出了一个攻击的状态 白棋得靠攻击获利 比空总是白棋的弱项 因为白棋还是没走到空的 但是这个先手提到还是蛮便宜的 主要问题是没有木 押住 这个断需要勇气 这得需要高唱的勇气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鱼形 你要断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你必须得把这个黑棋怎么着 怎么着了 要不然你走一单关 这怎么算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能随便断 除非你要 我就要杀你了 但是这个场合 你要不断的话 你要去 还去哪里呢 他先刺了一下 那你的结果 我听懂了 就是先刺一下再断 是吧 还是断上去了 其从断住身 这要不断的话 白棋都不知道干什么了 对 他其实像这种断 他是很难受的 对 这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单关 还是一个鱼形 这不是心情好的一段 是心情不好的一段 我现在看那个 古子豪下起 我觉得他 他不太在乎木术 或者是形状 这些东西 他都不是很讲究 顾子豪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你比方说之前我们看他的那个小眼神 你看对吧 而且他还是一个就是很独立 自理能力非常强的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顾子豪其实他有一个技能 我很佩服 什么技能 他就是在陌生城市里边找路的技能 哇 这么厉害 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些预选赛啊 比如说去年日本有一个预选赛啊 就是八百年都没办过 这么一个 结果这个 我们一下子都很懵啊 因为周围地形都不熟啊 而且大部队呢 要移动到日本棋院呢 比较困难 没那么多 没那么大的车 就需要分拨走 这时候这个顾子豪就自高奋勇的时候 我带一队走 那他怎么带呢 他看地图啊 看地图是吧 对 这个能力非常强 拿个地图一看啊 再对照那个地铁 我们都是坐地铁啊 因为你这个打车 这个不能保证时间 还得换成什么 没问题 人家妥妥地就带着这几个小伙伴 就准时地就到了这个比赛场里 而且他这个很喜欢旅游 到一个地方 总喜欢去当地的这个 比较著名的景点 看一看 这个是一个很有能力 也很自信的人 很有特点 对 这一段也展现出了他这个自信了 你看别看我这一段难看 但是我要给你这个看看 有没有机会杀条大楼 是吧 没错 他确实很有个性 我觉得旗下的也很有个性 这一段毕竟也使这个 黑旗这个旗也变紧了 对 就我们觉得可能有些地方 不太好意思下 他没什么不好意思 他觉得应该这样下 我就这样下 没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也是他的长处 你比如说你现在 黑旗要一段被他吓到了 你要现在要赶紧 哎呀好厉害 这个你要补活的话 你要走这个的话 我估计这旗马上就要逆转了 因为你走这个之后 白旗这个打麻这些手 你这一队人马 他主要是看着你外面的 这一队人马危险了 他是这样 都不需要太复杂的招式 对 比如说你打一个 这难以两拳了 打人一沾 这边断这边断 你已经就收拾不了了 没错 所以说李维庆也没办法 就算是害怕 也得先把这个接上 他接这个 这样这边呢 黑旗已经占据了 有力的位置了 因为白旗这五个不活 那现在的关键就是 黑旗这一条龙 能不能作活 这条龙如果说 被黑旗安然无恙地作活了 那么这个白旗就难了 那白旗等于是 断了一个难看的单关 结果没起到什么效果 因为黑旗这个 真的价值是巨大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 吃一块旗总是觉得 比较困难的 这个经验我也有 吃旗总是那么难 等到你想吃人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有那么多的毛病 都没补上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 在吃旗的时候 一定得先把自己 给走得结实 得想清楚了 那现在这也没办法了 箭在弦上了 这个白旗现在必须得 把火力 尝一个 对准黑旗这条大龙 对 其实看起来 黑旗也挺玄乎的 因为这毕竟只有这一只眼 另外一只眼 四处你也找不着 他挡了一下 然后白旗立 但是现在黑旗的 仪仗是白旗这条龙 也没活过 这个旗 这就比较精彩了 拐住 拐 征许在这走个眼 然后还瞄着这个 白旗这一条龙的问题 这个可以说 迎来这番旗 最关键的场所了 这个地方可能要 一战定乾坤了 这里是这样的吗 老师 您觉得它底下有眼吗 打结眼肯定是有的 对 打结眼的话 我想打了 打一下 然后一飞 是不是就打结眼 对 那你按照你这个逻辑 它这地方是不是还可以 打这个是吧 打这个变成 那这底下是有眼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利先手 虽然有点损 但是这样通过这个弃子 获得了这个利的先手 获得了这个利的先手 这地方就可以做出一只眼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它不能被利下去 利下去挑进去不活 这个不够 七死八活 那就是说这里是有眼的 那就是说这个拐 如果说 公子豪 还不放过李维钦的话 那他只能选择搬这个 只能选择把这个眼皮灭了 就是说他必须得先灭这个 但是这样的话 如果黑棋拐 这一拐厉害 因为这一拐 拐的已经不太会了 如果你要补下面 这地方一跳 黑棋就已经活了 对 因为你一接 这一挤 他这一挤 这有个挖断 这不全掉了吗 如果拐一个 你防中间这个跳的话 那一斑 这个一斑 你下面又走不来了 你走这一吃 被断开了 对 那看来好像还是不太容易吃 怪不得你敢看吃齐那么难 确实是看着黑棋 好像没有眼 但是这一拐之后 产生了两个厉害的手段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下面这个做活手段 他可以往这儿打 他不是往这儿打 往这儿打是个打结眼 他可以近活 那就是说可以宣告 这个地方黑棋一拐 淡淡的一拐 这个大龙已经安然无恙了 对 那这个对顾子豪来讲 不是个好消息 这怎么办呢 先爬出去再说吧 天哪 这个有了这个斑的时候 这个再爬就比较苦了 因为不是爬一个就行 你得爬呀爬呀爬呀爬 得爬到我们不说七死八活吗 天皇亲 得爬到第七个的时候 爬到周末 才能够活 那这个这个局势 我相信 应该是黑棋非常非常的容易了 因为黑棋现在不但做活了这个 白棋现在还得吃苦头 觉得很难 就是黑棋 已经里边活棋了 外边还有便宜占 那这个白棋 落空了 白棋好困难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看这块棋活的 那如果说这样一说的话 那全盘的死控 白棋肯定是不利 腥味的控 都已经被人家尝到这了 对 腥味要变成副作用 是啊 但是肚子好也有收获 这么大的一粒 有个十几二十亩 变成鲜手了 因为黑棋得做回这个大龙 是 而且这一粒还产生了一个 附加作用 好处 这个又变成鲜手了 没错 那黑棋这个拐 可以少爬 现在可以 我不用爬了 可以少爬 可以不用爬了 这个少爬一路 现在可以加住它了 对呀 少爬一路 那就少亏很多 你看 这个 这也能找回来点 人家下得挺好 飞一个 飞有 接住 那它还是要拐了 对 拐完产生了一几 这个大龙 这个中间有一几 下面有一打 这个大龙是活棋 这我就没看明白了 他又爬了一个 他为什么 因为你很简单 你这个地方 你要用这个线手 有痛的地方 你不是免费的 亏了是吧 你走这个 你走那个黑棋 可以爬在这里 你再拖人家一利 你看这刚好四个 可以活棋 没有啊 我眼花了吗 是四个 对对 那还行 我这眼还没花 谢谢 是四个 是四个 黑棋这个爬 对白棋这边 是影响非常大的 这个爬完之后 你看白棋这个 这个眼也不足了 所以他不能随便 你不敢轻易做那个 是吧 所以说他就忍痛啊 虽然那是线手 但是你也不能轻易使 好疼 你还得正确使这个 靠这个把这边给安定 忍了非常痛的 很痛的再爬了一下 很想把它挡下去 但是 因为这爬把这个白棋 这个腥味给撞伤了 是的 这个黑棋还要拐下去吧 跳了一个 黑棋 那现在这显然是一个 他觉得形势已经很不错了 对 我也不跟你下面纠缠了 能把这个做活了 这个已经活了 这个也是活气 那现在黑棋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做活了 把这个做活了 黑棋就形势一片大好 那同样 白棋 白棋不能轻易放过你 这个黑棋应该处理起来不难 这个让我来试试 这样 你跟他吓得一样 因为黑棋出来之后 白棋这条龙是什么情况 这条龙前面 邱老师说过 这一段 还是一个假眼 可以说现在 白棋这个一个眼没有 是啊 怎么办呢 这个很想搬住 但是你搬住 被我一唬 又挡不住 小尖 这个 这个是看得有点眼晕 他是瞄着这个冲 他想冲断 应该是个先手吧 那我就贴住吧 假如说贴住 对 贴住的话 他会吓什么 如果你要搬的话 我还是一反搬 还是没问题 那就单长吧 单长 那等于是这两个 被你便宜了 那我不太坑 那我不太坑 那我就先 走外边 这个黑棋 其实处理这个 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 搬下去 他先直接先搬这个 因为你现在来不及走 那这俩交换 我可以做这个了吧 他都不贴了 他觉得这个价值不是太大 没关系 他的意思是 就是有了这个之后 你再吃两个 你都是后手 你再冲 对 你再冲 你再冲 我这个接不接 我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子 你这挖不断 对 然后一吃就通了 反正它只要保持底下 是活的就可以 那里为情下的好 那这个等于是 我们看看 这黑棋 白棋自从非常凶悍的 这个发动了攻击 这一段 宁可这个淤行一段 好像攻来攻去 自己这个龙成问题了 白棋自己 都没活 这个地方 这个还漏着呢 这个四处照顾 我相信这个形式 AI恐怕也得认为是 黑棋好了 我们已经好很多了 有点这个自信了 现在好很多 好很多了是吧 确实 那你这个好很多 我看都不好意思说了 对吧 那我们就给点这个 留点悬念吧 看看怎么办呢 白棋长一个 这个不肯给 那就是继续不断 黑棋虎 这个大龙真是有问题了 白棋冲了一下 那现在这个两个 肯定不会给你了 你冲过去 你要沾上了 这一定是沾上的 再沖 沾上 它不沾 哎呦 这个 它先断了一下 它先断了一下 它先断一个 相当于现在 估计已经不变了 它先断一个 这一断的意图也很简单 如果不断的话 将来白棋这一沾 是有个眼 是的 这两个如果断 给你这个交换之后 你这个没有眼了 你就是说断找了一下 那黑棋肯定要把这个沾上 对 那我就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了 李维钦冻杀鸡了 这个 所以说这一断 那这个不走 这个龙 少说一时 二时 也四时目 难道就不要了吗 好艰难 觉得 你要是这样一提 这个龙没了 估计也没法下了 对 是的 其实刚才黑棋是可以直接沾上的 直接沾上它也怎么下 这个断一个也可以 吃这个四十目 难道不美吗 难道不香吗 是不是 看着这黑棋这一顶 这底下这死活是什么样 在这好像有一拐 他有一拐 忘了这件事情 忘了这件事 没那么惨 没那么惨 那这一段 难道真的 他就是没沾 这个 我这个顾子豪是好同志 把他所有的力量 都去对付申真旭了 这个对我们自己人都好说 都是好兄弟 是不是 是的 这个 这个有点惨 这个都不敢走了 拼得很满 拼得很满 绝不能轻易的认输 以功为首 你不要吃我吗 你先吃吃吧 那我要吃你这整块 那可能就坏了 这个哪只四十目 这个六十目都得有 对 黑棋肯定得先处理 对不对 黑棋底下先走一个 他底下 走了这个 直接走这个 这些都是高手 保留着各种的味道 他说想能往这边添 我的俗人直接就赶紧 先手走了 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地方一尖 白棋还是断着的 所以说 白棋想吃这个 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白棋他走的是这个团 他想接下来可以挖断他 对 他有个挖断 但是这个尾巴跟这个尾巴 好像已经是这个尾大了吧 这个团未见得走得着 就看李维钦心情了 他显然他觉得这个肯定是没那边大 我先把这个现实的木树先吃了吧 对啊 这个吃了太实惠了 这也是风格的一个区别了 你要是说你换成这个顾子豪来的 顾子豪这么饿的人 他肯定是 肯定沾上 一毛不拔 我给你一毛呢 我要把你 这个 你一敢连 我一粘全吃你 是不是 我一定要 赢十目不叫赢 赢二十目呢 算下赢 那你看 这里维钦有个够啊 给你个面子啊 你要吃这个就吃吧 我这下 我这赢十目就够 然后白棋小街 哇 这真是没想到 这黑棋绕了一圈 居然把这么大的一条龙都给吃了 对啊 我觉得不可思议 人家不都连着 这什么时候把他断开了 我们当初还说呢 这个 这个一开始 顾子豪这个打入下的多漂亮 没想到最后竟然 难逃李维钦的毒手 对 这也真是 这棋盘上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绕了一圈 白棋想吃黑棋这条龙 没吃着 自己一翻到 被黑棋吃了 那这个 估计形势不用说了 这个李维钦 既然这么稳健地把这吃了 我们简单的推理也知道 这肯定是 好的不是一点 半点了 没错 就告诉大家 吃人家的龙 确实不太容易 这件事情 当时确实 他也不太好想 对 你要把这个挖了的话 这才 五个十 十二个字 五十 十一二十三 十四十五 十六 这已经有十七个了 虚控还是黑的多 再加上本来黑棋就空多 所以说这个 可以说黑棋现在是盛世 对 白棋立了一个 那他这个爬一个 小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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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直接挖断吗 对 他就挖断了 都狠的了 我还以为他就只求自保呢 那因为他是 白棋这个气没有 这么一打完之后 没气 没气公司 大吃 你只好为了防备 只好 那一打吃 这三个就进去了 你这还得退一个 这一炒 沾上 那你现在 这三个死掉了 那黑棋这个大部队 已经救回来了 沾上 然后爬回来 沾上 又爬回来 对 那这就看是最后的挣扎了 大吃 被斑 这最后的挣扎 这个是最后一手了 终于没有再挣扎了 你这一张背一猴 可能麻烦了 千万是 赶紧把这个棋筋拿住 是的 如果说你现在吃这个 估计白棋是 得差二十五 对 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直黑的 李维钦是中盘 一百八十三手 是中盘胜了 古子豪 确实这盘棋 黑棋下得非常出色 这也是主将 这个可以说 有位上海建交学院 取得了这个艰难的一分 因为上海建交学院 垫底 因为他主将非常重要 如果主将赢了 还有他们只要 他们队再赢一盘 就取得两分了 对 是吧 非常宝贵的 对 然后这盘棋 我觉得前面 这个黑棋攻击的 手法大家可以好好地学习一下 这问题我觉得 这个李维钦发挥得非常出色 很出色 如果要回头用AI跑一跑 我感觉他肯定是没有 胜率要跌二十个点的棋 对 那肯定没有 没什么大毛病 是的 是的 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 攻击这块白棋的时候 我还觉得很难出手 不知道从哪里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靠一个的手法 是值得学习的 然后这边都下得很漂亮 这一个靠 还有这个靠 都下得非常漂亮 对 然后从这边中间 大跳过去的手法 大家都是值得学习的招法 就攻击人家一块棋的时候 先要不急不许的 先把它掩破了 然后不急不许的 再慢慢推进 然后后来呢 黑棋一直都把这个优势 保持的还是很稳定的 虽然说 就是有胜率 稍微回去一点的时候 但大部分时候 黑棋还是掌控了优势 是的 下得非常出色 那么底下这块棋 白棋吃它的时候 当然计算的也很清楚 这个计算肯定是 对李维钦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 黑棋都是活的 有这样一打的作合手法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翻吃这个 所以他这块棋 一点都不担心 大家看到 那今天应该说 是李维钦的好剧 好 那我们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